自由亞洲電台10月26日報導 中共在香港施行《國安法》 引來歐盟國家紛紛中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最近荷蘭和愛爾蘭政府在審試過 香港實施《國安法》的情況後 決定中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這些國家認為 香港在《國安法》生效之後 他們的國民在香港一旦涉嫌觸犯有關法律 可能會被送到中國審訊 荷蘭外交部10月15日指出 政府認為終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適當 愛爾蘭政府在13日同意終止愛爾蘭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外交部長科文尼指出 有關決定是與其他歐盟成員國一致作出 科文尼表示 這個決定明確地表明愛爾蘭對香港法治的關注 以及香港《國安法》削弱了一國兩制原則所承諾的司法獨立 荷蘭和愛爾蘭都強調 與歐盟採取共同針對中共的行動 符合國家利益 歐盟於7月28日宣布將採取一系列協同 同一致的措施來應對香港《國安法》的問題 其中包括 研究歐盟成員國引渡安排的執行情況 並向香港實施制裁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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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